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完这几个基本的功能之后 你会发现原来PPT形状有那么多种可能性 好了 那形状在PPT里面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那我们了解到 PPT形状其实在PPT里面一共有三种功能 第一种功能最简单 就是我们用来绘制一个图标 绘制一个有用的图形 比方说我们在PPT里面会绘制需要一些小图标 小插画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的一些令人震惊的一些PPT大桌 也都是用PPT形状去绘制的 那大部分小伙伴不需要学那么深入 但是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 让我们去绘制一些小图标 因为图标里面在PPT里面用处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也会有一节可视专门的角图标 那我们来看哈 这个小相机的图标呢 就是用形状画制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实际操作一下是怎么绘制出来的 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哈 它这边呢是一个圆形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也是一个圆形 那一共有三个圆形 然后呢 上面是一个T形 下面呢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基本的形状 那这个大的基本形状呢 是一个圆角矩形 对吧 好 那我们先选中一个圆角矩形 然后大概绘制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拖动一下黄色的空点 让它这个 修改一下它这个矩形的这个圆角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绘制出一个T形 这个形状 对吧 好 大概是 调整黄色的空点啊 将这两条边稍微拉长一些 角度 好 聚中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格式 对齐 水平聚中 然后我们再把它 稍微拉长一些 好 水平聚中 格式 然后呢 我们把两者进行一个 格式 合并形状 联合 好 我们再插入一个圆形 像边框呢 所谓 五边框 将这个填充 所谓白色 然后按住Ctrl键 再绘制出一个圆形 放大一些 好 至于中间的地方 我们再绘制出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形状 小一点的圆形 给它填充一个 蓝色 冰框为五 好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底座 稍微黑色 冰框去掉 那这样子我们一个图标 是不是就绘制好了 对吧 那学会了这些基本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绘制图标 以后都是一个小case了 那图形绘制呢 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功能了 除此之外呢 图形有很多 比方说用来分割版面的功能 它可以让我们排版版面的时候 更加有趣 让整个内容呢 更加的有变化 比方说的 我们可以把一个内容呢 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排版呢 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左右分割型 以及上下分割型的版面 形状呢 就是作为它的分割版面的元素存在的 比方说呢 像这边啊 我们这边就是用了一个矩形 把它垫了上去 那这边的这些形状呢 我们看到这些线框啊 其实它都是一些 我们看到 这里面的线框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矩形 然后把田中式微物 然后给它了一个矩形边框 它作为了一些元素存在 好 包括像这种东西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面的 一些基本形状 像这边的线段呢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矩形 我们看到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左右分割型的版面 那下方这一个 上下分割型的版面 也是一样 只不过呢 我们在这里面 跟这个矩形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发现呢 这边这个矩形 它好像这个角落 把它这个 掏空掉了 对吧 它把它断开了 那怎么做到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选中这个矩形之后 右键 边形点之后呢 我们在这条线上 给它拉一个 叫做开放路径 现在就把这个端点 断开为两个点点了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注意要保证 它的这个水平以及数值啊 不要有不正合的偏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样子呢 相当于就是把这个 锻炼给断开了 除此之外呢 就是把这个底部 我们加了一个 白色的矩形 垫在底上 跟上方呢 其实设计起来是一样的 只是把这个形状 作为分割版面 那种元素存在 好 那第二种用法呢 也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种用法呢 就是用来辅助阅读 有时候呢 有些背景图片啊 它会跟文字颜色 纠缠在一起 看不清楚 像这个页面就是 你会发现呢 它这里面的这个文字 跟这个背景颜色 你看 如果直接放文字上去 你是看不清的 对不对 它这个颜色上非常纠缠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 深色的一个板头名框 放上去之后呢 诶 既可以看得清文字 又可以看得到 后面的这个元素 它会保持一种通透感 一种玻璃的质感 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呢 在文字后面 垫上一个板头名框 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现在呢 插入一个橘形 然后这个橘形呢 我们给它放大一点 给它填充为一个黑色 然后呢 我们把边框去掉 设为无轮廓 点击右键 设置形状格式 我们给它一个透明度 这个透明度呢 我们把颜色设为 30%到50%之间 40%的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它跟这个图片 直接就 把这些文字呢 我们把它 置于顶成 你会发现 这个样子 一个蒙拜 就做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PPT封面啊 你看背景也是 跟这个文字 纠缠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 垫上一个文本框 垫上一个橘形框 这个样子 看起来是不是 就非常清晰和谐 那像这种呢 其实跟上面是一样的啊 就是我们用的呢 无非就是把它 变成了什么呀 把背景上的 那个文本框呢 刚刚是举行 现在呢 我们把它变成了 这个平行四边形 对不对 我们选择平行四边形的时候呢 尽可能选择 这是基本形状 这里的平行四边形 注意啊 选择平行四边形 你要选择基本形状里面的 不能够选择哪里的呢 建议大家呢 不要选择流程图里面的 因为流程图里面 你会发现 它虽然说也是平行四边形 但是它的这个空点啊 是不能够调整 它的这个角度的 对吧 只有这个基本形状里面 才能调整角度 需要注意了 好 那我们把它这个 稍微放大一点 对不对 然后呢 给它填充一个颜色 是不是黑色 对不对 然后呢 给它稍微无论阔 然后我们给它填充一个 透明度 大概算是50 然后呢 我们再按住 Ctrl键 复制出来一个 再给它拿一个蓝色边框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中间要掏空 对不对 蓝色边框呢 我们稍微这个 出息程度 稍微到2.25磅的样子 然后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呢 跟这个 咱们的形状 结合在一起 好 进行一个 主流剧中 杀剧中的操作 这个 设置一个 边框线的 透明度 线条 透明度 是30% 40%的样子 好 然后我们把它 垫在底下 然后这个呢 下面这个 其实也是一个矩形了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对吧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 第四种用法 那第四种用法呢 叫做图示化 强调 这种用法呢 其实就是 很简单 有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在一些 重点文字的 强调上呢 它其实力度 不是很够哈 如果只是一些 单一的排列 只是一些 单一的文字排列 我们会发现 其实在视觉冲击上 它没有像这种 我们添加了 图形垫在底上了 视觉冲击力 那么的强 我们会不会明显感觉到 第二页 会比第一页 在视觉页面上 更加鲜明一些 这就是第二点 图示化 强调内容 那作为图示化 强调的例子呢 还有很多 比方说像这一页 那这一页呢 你会发现呢 如果我们给文本 垫上几个形状框 会发现 那明显 在视觉冲击力上 会明显呢 会比上一页 要强很多 那制作起来的方式 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只是需要呢 在这个文字底下 我们这个轻轻的 拖拽几个 原角矩形 就可以了 对吧 这边 拖拽原角矩形 然后控制一下 控点 确定一下 原角的形状 我们填充一个蓝色 然后呢 给它设置一个 白色的边框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设置一个 透明度 我们再给它 简单设置一个阴影 然后呢 透明度调高一些 我回去掉 好 然后把它置于底层 你会发现呢 其实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当然可能这个距离上 我们可能还稍微 再直接控制一下 好 整体操作而言呢 其实形状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度 但是呢 它在里面 PPT里面的用法呢 确实有了各种各样 千奇百怪的用法呢 我会发现呢 我会发现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会发现呢 我们下期再见